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金币神秘久远,诱人,这是以盎司为单位的精灵,曾牵动多少古今人物,又有多少关于他的传奇,随着时光流远,一如过去的凝固为新的历史。 从上市近起,世界上悄然兴起收藏被誉为财富铸藏手段的投资性金币,其中南非福格林金币,加拿大枫叶金币,中国熊猫金币, 美国阴阳金币,澳大利亚袋鼠红韵金币,并称为世界五大投资金币。 中华自国钱币五彩分城,浩如烟海,商周时期,既已使用黄金,而一金为笔,最早其是于战国时期之楚国。 自1982年,中国人民银行铸造发行熊猫金币,28年一挥而去,发行总量已近三百万盎司的熊猫金币,以无与伦比的经典传世,精美独目。 一盎司熊猫金币,二分之一盎司熊猫金币,四分之一盎司熊猫金币,十分之一盎司熊猫金币,二十分之一盎司熊猫金币。 28年,一个收藏投资界的传世神话,一段灵性与艺术相交的鸡月历程。 熊猫金币,身负中国金银币耀眼荣耀。 物碍珠海,鲜明的黑与白,对立与和谐,简洁中蕴含中国传统伦理文化。 还有谁比它更适合做中华标记,高贵,优雅,熊猫金币。 从此穿越国界,与世界收藏家结缘。 在金币图案中,设计师或选取十竹、攀树或单独玩耍三两嬉戏,将熊猫的娇憾声动再现其上。 并列金币,即是大熊猫原始生态全景画卷。 尽可欣赏法玩,摩梭观想,闲情雅趣,悠然独享。 艺术是激情的流落,更是心灵的创造。 为了黄金的单色在熊猫金币上产生特殊的黑白艺术感, 在线大熊猫的生动姿态。 熊猫金币的铸造专家们独出新才。 凭借深厚的艺术与科学功底,利用黄金的折射、反射,出现光面与暗面,产生类似黑与白的光效。 又借助金属折光原理,以凹克法表现熊猫皮毛质感。 无体喷杀技术使得大熊猫的两种颜色更具立体感,形成新的艺术效果标准。 黄金,从流通的硬通货币,在上世纪七十年代金本位置取消后, 转变为各国央行的重要资产与投资工具。 投资金币,源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,受个人投资黄金前景的鼓舞, 短短二十年里,风迷全球。 历史需要诠释,今天,明天,总有一些大世纪。 转眼二十八代,四分之一世纪,岁月一去, 不老的只有辉煌。 流金神韵,中国,熊猫金币。 明天,总有一些大选择。 明天,总有一些大选择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